据古书上的资料记载 这几个时间段出生的人 在追逐利益的过程中会更加的顺利 一个是生于凌晨 两点前后一小时左右 土星和木星都落在同元素星座的人 虽然他们早年很难得到长辈的帮助 但长大后只要前往外地发展 就会很容易凭借自己的才能和品行 在事业上获得突飞冷静的发展 另一个是生于上午八点前后一小时左右 土星和木星同时落在天蝎水瓶巨蟹或酸子座的人 他们自小家中不缺才也不缺爱 长辈往往是成功人士 再加上自身酸鱼特质比较重 很早的时候就可能梦幻般的发起 晚年还容易再创辉煌 第三个是晚上八点前后一小时满月出生的人 这个时候由于太阳位于五宫和七宫之间 所以大多场高颜值高智商高情商的帅哥美女 虽然会因为月亮的位置而导致早年在追逐民意的过程中波折一点 但往往容易在某两年中突然遇到意外而时来运转 走上靠技术此外的稳定道路 不过虽然没有你的时程也不用担心 人生最重要的不是幻想天上吊鲜饼 而是要不断地充实自己 才能更好地接住上天赐予的礼物